不在 只在之文 这是我取的名字 什么叫不在 只在呢 只在哪一步 往生不在 诗字 不诗字 只在有信愿与无信愿 有信愿决定往生 无信愿绝不得往生 他念弥陀名号 求生西方净土 能往生不往生 只在一件事 有信愿 无信愿 你有信愿决定往生 你没有信愿决定不能往生 跟其他都没有关系 这是一句 这也是一个总的一句话 大家要出力旁通 虽然这里举了一件事说呢 不在 诗字不诗字 既然后面说 只在有信愿与无信愿 那就说明除了有信愿 无信愿之外 所有一切都不在范围之内 是不是这个道理 不在你有智慧 无智慧 不在你功夫生 功夫浅 不在你是出家人 还是在家人 不在你有禅定 没禅定 不在你会不会诵咒 不会诵咒 不在你会不会五堂功课 不会五堂功课 这些统统都不在之内 只在一件事 有信愿者决定往生 我就相信阿弥陀佛能救得了我 我就愿让他救 我就念他名号 你决定往生 如果没有信愿 你去再多的功夫 再大的功德 再多的法门 你都不能往生 功夫再生也不能往生 所以偶尔大师就讲 你称念弥陀名号 如果没有信愿的话 你就是念佛功夫达到 风吹不入 鱼打不识 如同银 铛铁壁相似 也绝无得生之力 念佛功夫好啊 念得风都吹不进来 鱼都打不识 像铜墙铁壁一样 你看那个功夫了得 但是如果没有信愿 你不能往生 如果有信愿呢 你再怎样的心散乱 不清净 戒律没有慈好 也没有智慧 也不会送大乘经典 通通往生 所以往生啊 只在有信愿 也无信愿 信愿很容易啊 就怕你不信不愿呢 所以年有啊 也有说 哎呀 阿弥陀佛我信不来啊 你怎么信不来 你相信就信了嘛 你不想相信就信不来啊 告诉你 这是一只碑 你相信就相信 你不相信 我也不能帮你忙 你有什么办法 你说是一只碑 我就不相信是一只碑 那我拿了也没办法 拿一个六字名号说 念名号能往生 你相信就相信 你不相信我也没办法 观世音菩萨 哪里没办法 你不相信诸佛 菩萨哪里没有办法 说西方十万亿国土 有世界叫极乐世界 你说我不相信 望远镜没望到 望远镜一看 没看到 那也没办法 你相信就相信了 所以佛法啊 很奇特 很奇妙 你说为什么呢 三世英国六道轮回 谁也没见过 阿罗汉见过了 他有神通了 但是我们不是阿罗汉 你能相信就相信 你不能相信就没办法了 所以佛法大海 唯性能入 除此之外 没别的办法 说我们众生都有佛性 你能相信就相信 你不相信就不相信 蚂蚁也有佛性 你也没证到佛性 那我们都能相信 身上有佛性 怎么就不能相信 说恋佛就往生呢 这是我们自心发生的障碍 那么愿意往生 你不愿意往生 我也没哪里没办法 不过有办法了 你不愿意往生啊 就有办法 什么办法呢 癌症大王 哎呀痛啊 炎落大王 哎呀 只有他才有办法 我们才有办法 哎呀哭啊 不相信有死后的世界 到临终啊 炎落王来了 你就不得不相信了 只怕那个时候 为时晚矣 如果那个时候 还能念一句佛 你当下就能得救 第二十七文 万须万确之文 只要能生信 只要能发愿 只要能念佛 无论何人都可以往生去的 故约万修万人去 你看多干脆多简单 没有别的要求 三个只要 只要能生信 只要能发愿 只要能念佛 无论何人都可以往生去 故约万修万人去 此乃千文万当 万不露一指 特别法门也 净土法门 念阿弥陀佛是如此的 所以刚才说了 你不愿意相信 没办法 你只要能生信 你只要能发愿 我愿意 往生其方极的世界 我确实生信 这个世界是苦恼的 六道轮回 苦不堪言 我罪业深重 必然要去三个道 阿弥陀佛 他能发愿 慈悲救度我 我一心闺蜜他 只要能生信 只要能发愿 只要能念佛 那妈阿弥陀佛 那妈阿弥陀佛 谁不会念 三岁小孩都会念 你无论何人 都可以去往生的 中国人 外国人 男人 女人 平常活的人 临死的人 修行好 修行坏 出家在家 有智慧 无智慧 统统统往生习惯 进行